这专一人于天李亚平的女儿于小平在今天傍晚在台北市南京东路 疑似因为行车纠纷害人发生口角 遭到对方泼洒辣椒水之后报警求救 于小平的眼睛遭灼伤 治疗后是没有大碍 来听听看他还原整个攻击过程 对 他就是他就是我们我开到一行那个单行道 然后是小巷 他等他车子就是停在路上 然后就车子是没有办法过去的 然后我就八八八 结果八八八人也不在车上 然后后来他就从建筑物里面出来 出来他不是跟你说不好意思 我马上开手 他是说八三小 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骂来骂去之后 然后他就上车就走 然后往前开开开 开到因为都是单行道 我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 结果开到那个要转南京东路的时候 他突然又停下来 停下来下车又跑过来 然后又跑过来我就听他要骂什么 然后一开窗他就开始骂骂骂骂 骂了突然之间就哪一罐不知道什么东西疼我 第一分说就是那个脸跟眼睛滑石灼伤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